以色列真的是太猖狂了 猖狂到什么程度 不但连番袭击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造成人员受伤 甚至直接用坦克冲破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大门 坦克队在连离部队的营地横冲直撞 以色列在美国的怂恿下 对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警告置若罔文 一副要不连离部队离开 要不连离部队面临被乙军炸死的态度 不要觉得这夸张 乙军已经炸了多少次了 而且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 2006年曾炸死中国连离部队的武官杜赵宇 明明是连番攻击连离部队并导致人员受伤 明明以色列的坦克部队直接突进连离部队营区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10月14日竟然还表示 有关以色列军队故意攻击连离部队违和人员的指控 完全是错误的 并再次呼吁连离部队撤出战区 大家看到没有 以色列瞪眼说瞎话 他们袭击连离部队 就是要连离部队撤离黎巴嫩 为啥要连离部队撤离呢 因为连离部队挡在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 以色列要想入侵黎巴嫩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连离部队的一马平川 一条就是北部的山区 北部山区的突访以军已经尝试了 根本无法突破真主党的埋伏 一把就死伤五六十人 于是以色列就想通过军事 打击连离部队的方式 迫使连离部队撤离黎以边境 给以军入侵黎巴嫩让路 内塔尼亚胡直接宣称 确保连离部队人员安全的最佳方法是 连离部队听从以色列的要求 暂时撤出战区 对于以色列的要求 安理会和世界各国都言辞拒绝 连离部队由四十多个国家组成 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同意撤出 而这一次以色列击伤的连离部队人员 就是欧盟国家 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人员 目的就是逼迫欧盟国家先撤 事实上 连离部队驻扎离以边境 是按照安理会的要求 有安理会的授权 在安理会没有下令的情况下 连离部队是不能撤的 否则联合国这个体系就动摇了 相当于安理会瘫痪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还在暗地里支持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实际上就是想解构联合国 然后成立美国领导的新联合国 或新的西方统一阵营 因此这个时候的以色列 压根就是美国解构联合国的一杆枪 挑战联合国安理会的 又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 那么出了什么事 有什么后果都是以色列承担 何况美国还可以公然袒护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才这么有恃无恐 连离部队发言人泰嫩蒂 当日对此回应表示 连离部队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 我们根据安理会的授权驻扎在此 因此在地区保持国际存在 和联合国的旗帜非常重要 连离部队发言人说的非常准确 那就是联合国必须保持在这里的旗帜 否则联合国在国际上的权威 就将大受打击 以后世界上的小国就剩下战队了 联合国的话 未来连放批都不想了 而美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 中国是强烈不满 已经多次强力谴责以色列 而且在联合国和安理会 真正能给以色列带来巨大压力的国家 实际上只有中国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中国这个强大的国家撑腰 世界各国才能坚持站到正义的一边 否则美国早就施压他们妥协了 当地时间10月12日 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 参与向联力部队派遣 维和人员的40个成员国 签署了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最近对维和部队人员的袭击 向联力部队派遣了数百名维和人员的中国 也签署了该声明 中国就是要告诉以色列 你再这么下去必然是众叛亲离 然而以色列不信这个邪 以色列深知 中国在全球和联合国的影响力太大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了 十几年前 以色列敢直接炸死中国驻黎巴军事观察员 由于联合国的观察员坚持将实际情况上报联合国 结果惹怒以色列 以色列直接轰炸了观察员的营地 炸死了中方人员杜赵宇烈士 不但如此以色列甚至不教环杜赵宇烈士的遗体 简直是大胆包天 然而今天的中国不是以前的中国 以色列再也不敢像十几年前那样对待中国维和人员了 因为以色列知道中国只要愿意可以让以色列付出任何代价 这是由国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决定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色列外长给中国外长打来了电话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2024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应约同以色列外长卡茨通电话 这个电话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两个 一是摸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二是向中方施压 关于这次通话的内容 通稿第一句话就是卡茨介绍了以方对地区局势的看法和关切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了 以色列就是把内塔尼亚湖那些话再给中方重复一遍 其中一项肯定是要求连离部队撤离 那么既然对中国说的就是要求中国也撤离 既然犯到中国手上了 那就要开始进入教育模式了 我们的王毅外长就开始铺陈中国的立场和关切了 王毅说当务之急是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 释放所有人质 确保人道主义救援不受阻碍进入加沙 无论哪个国家 种族 所有人的生命都同等宝贵 加沙地区的人道灾难不应再继续下去 以暴制暴 无法真正解决各方合理关切 王毅外长的这番话 就是告诉以色列 他以暴制暴的那条路走不通 是无法让各方满意的 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世界各国 也包括中国 王毅外长话锋一转 就表达了为啥中方盯着巴以问题 王毅说加沙冲突再次说明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而中东问题又是世界问题的核心 所以中国才密切关注 接着王毅外长阐明了中方解决问题之道 那就是顺应国际社会的呼声 希望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 这话其实是告诉以色列 解决巴以问题 没有别的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毅外长接着说了 最终实现以巴两个国家和平共存 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和谐相处 就只能走这条路 这也是各方包括以色列在内获得稳定和持久安全的正确途径 那么中方的立场因此就很明确了 王毅外长表示 我们认为地区进一步生战生乱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希望各方慎重行事 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中方在地区事务上没有任何私利 从不参与地缘争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国际法一边 站在事实和真理一边 我们将继续为推动局势降温 恢复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后 王毅外长强调 联理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授权执行违和任务 以方应采取切实举措 保障联理部队人员安全 这就要求 以色列不能动联理部队 否则后果是严重的 最后 双方交换了就两国关系的意见 以色列外长卡茨 向中方表明了两个立场 一是发展对华关系是以方既定政策 二是以色列政府恪守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中方给予的回应是 中方对一政策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 愿随着局势缓和 尽快恢复各方面交往 推动两国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 希望一方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在以中国机构和公民的安全 这意思很明确 中方始终是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国际法一边 站在事实和真理一边 并不是针对以色列 所以只要以色列回到中方呼吁的方向 只要停火就会帮助斡旋 同时 中方也是告诉以色列 中国机构和公民安全是很重要的 当然 前台词也就是出现问题性质 是很严重的 大家复盘一下就会明白 以色列这个电话 是带着向中国施压而来的 是希望中方放弃主张 然而 中方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给怼回去了 中方是希望以色列能理解 中方不是针对以色列 而是站在了公理和道义的一边 那么以色列要给自己留后路 就得好好斟酌中方的提醒和呼吁 中国和以色列的这一波交锋是过去了 中国能劝助以色列吗 当然不能 以色列的既定目标 就是将美国拉下中东的水 替以色列开疆拓土 中国的意思是 你以色列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立场 但不要对中国过分 一切都还好说 以色列应该听懂了 但他能不能这么办呢 我们接着看 以色列对待中国的态度 对他自己来说 决定了他的国家未来 最后一切都还好看 最后一切都还好看